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老婆风评被害,粉丝集体受惊,本人看了都要说句,无语。 相信所有追星的朋友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一切都是和偶像相关的,社交平台上基本都是偶像相关的动态和消息,图库中一大半也都是偶像的美账,偶像的代言也都纷纷买起来,甚至包括生活中的各种昵称都是和偶像相关的,包括快递的昵称,外卖的昵称。 最近就惊险了王一博的老婆,而且这一次王一博老婆的风评被害,评论区中的摩托姐姐也纷纷受到了惊吓,评论区的话风也突变。 最近有一位摩托姐姐在星巴克点了饮品,然后这位珍爱粉给店家留下的昵称,就是王一博老婆,但是星巴克保留的昵称只是王一博老,甚至最后的订购小票上只显示了王一博老女士, 这位摩托姐姐大概也是无奈的又哭又笑了。 王一博老婆大概是很多摩托姐姐的常用昵称了,因此看到这条投稿的时候,所有的摩托姐姐都吓了一跳。 很多摩托姐姐在评论区留言表示,还以为是自己上热度榜。 还有一位摩托姐姐因为王一博老婆这个昵称还经历过大型的射死。 之前也有一位粉丝的快递昵称设置成王一博老婆,最后快递员打电话派送的时候,直接对着电话喊道,你是王一博老婆吧? 这一瞬间这位摩托姐姐的内心是很复杂的,一方面很开心,一方面又很设死,不过相信大部分的情绪还是开心,毕竟哪一位摩托姐姐会不想当王一博老婆呢? 评论区中的话风也很两极话,一方面有些摩托姐姐讨论的都很开心,另一方面有些摩托姐姐开始讨论,王一博本人看到了会是什么反应。 虽然王一博一直励志做一位酷盖,但其实王一博的粉丝们总是因为各种射死的瞬间登上热搜,同时也不得不带着王一博出场。 王一博本身一定也是很无语了,毕竟粉丝们真的在影响王一博的酷盖人设了,粉丝大概也是他酷盖人设上最大的绊脚石了。 摩托姐姐们是非常崇拜王一博的,因为王一博本身就有太多的亮点,他的人格是闪闪发光的,尤其是他赤脚空拳的追求梦想的时候,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力量。 看到王一博的状态,粉丝们就觉得自己是没有理由不热爱生活的。 但同时摩托姐姐们也是专注拆台的,虽然王一博一直坚持着自己酷酷的气质,但是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后,粉丝们更关注的是王一博的可爱瞬间。 最后粉丝们还会盘点王一博在节目中的可爱合集,大家总是能够捕捉到王一博的一些卖萌的瞬间。 但其实王一博是绝对不会主动做出这些可爱表情的人,在节目中他甚至酷道都不会主动别,但是只有有摩托姐姐在,王一博就会有更多带发觉的可爱瞬间,期待粉丝们再接再厉。